高雄輕軌緩緩駛過兩旁高聳樹木綠葉交織 綠色隧道美不勝收 最新式營運的美術館站 被稱作是龍貓隧道 吸引許多遊客朝盛 想拍美照卻出現亂象 遊客拿起手機拍不停 站在軌道上背對列車狂拍 輕軌列車按喇叭提醒 但遊客還是不走 差一點就撞上去 司機氣到開窗怒吼 直接站在鐵軌上的話 開照比較不好會影響到交通 司機的心理壓力也很差 架腳架然後跳來跳去 趕快跑還滿危險的 然後也影響別人 在軌道上跑來跑去或站著不動 就為了拍美照妨礙列車又危險 警方也到場看到違規就開罰 進來的時候旁邊會有警示燈亮起 請各位一定要退到我們雙端的黃線 不但會有罰則 萬一如果造成車體的損傷或者是造成列車的延誤 高鐵公司也會對這些違規的人進行一個球場的一個動作 超美龍貓隧道吸引民眾搶拍照 高雄捷運統計 10月8號連假第一天輕軌運量約有四萬五千人次 但遊客拍照闖鐵軌已經有人被罰 最高可罰七千五百元 想拍龍貓隧道還是別冒險 否則慘遭重罰得不償失 記者洪富人陳山山高雄採訪報導 我是林佩潔 從生活消費政治議題到國內外的最新話題 透過鏡頭傳遞新知 我在中市帶您掌握大小事 更多資訊請您鎖定中市的各自頻道 同時要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最高的消費 請到達官方別 com大信 針對 我們不足 我們不在生意 我們不在生意